好 插播的最新的消息 這個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剛剛晚上七點的時候 在他的辦公室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證實他在這個禮拜一 真的是見過蔡英文 而蔡英文也要求他 可不可以出任他的副手 不過蘇貞昌他婉拒了 我們來看他剛剛的說法 整個選戰要怎麼樣能幫主席加分 希望民進黨打贏 經過再三思考 昨天我就特別請吳乃仁總幹事 來轉達給主席報告 希望他要好好思考試 才在一個月前 提名我做部分區立委 第十八名的時候 向全國選民訴求 說我們要拚國會過半 希望能夠改革立法院 這一個月來也用這樣訴求 現在突然又要急轉彎 那怎麼樣再對選民說明呢 另外過去我也多次講過 那現在如果沒有誠信的話 對主席選戰的加分也有限